哈喽大家好,我是电钩小郑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气力壳压力开关的使用 压力开关的棕色和蓝色线接 租入子流电12-2是否 黑色线是AUT1输出信号线 白色线是AUT2信号输出线 压力开关左上角是气力壳的标志 右上角是叫PAP单位 下来是显示屏 还有AUT1指示灯 AUT2信号指示 我们通商店看一下压力开关 压力开关是怎么设置的 如果我们以出厂设置好的为标准的话 我们按下设置键 批更1是手动设定模式在常开模式中显示 我们可以用批更1来设置气压的刹线 也就是多少兆帕 再按下设置键就到批更2批更2就设置压力上线 批更3就是AUT2另外一组的上线下线设置 然后按设置键就可以了 设置完成 如果你不要出厂设定模式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设置 按设置键3秒 进入单位设定 R是照帕的单位 按一下上下键 然后就换一个单位 P51是PSI单位 上下键 换动就会出现不同的单位 我们选好自己要设定的单位的时候 按下设置键 按回照帕 按下设置键 AUT1模式设定 常开模式 ENC是层壁模式 再按下下键 按回常开模式 再按下模式键 是AUT2的模式设定 AUT1是一个意思的 我们按下下键 这个是AUT2的常臂模式 按一下下键 就是AUT2的常开模式 再按一下设置键 点5是反应时间设定 按一下下键 768毫秒 反应时间 我们再按一下 192毫秒 这个是反应设定时间 再按一下就是24毫秒 最短的就是 2.5毫秒 我们再按一下设置键 这个是手动模式 我们按一下下键 这个是自动模式 设置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按一下设置键 那一开关我们就设置完成了 随会的老铁 双击扎关注 这个是手动模式 我们再按一下 就是按一下 我们再按一下 比如说 我先按一下 这个是手动模式 或者是手动模式 就是手动模式